刚刚这是2020年,就登这一年各行政区,好,所以我把这边设成各,只有2020年,然后呈现出他的死亡人数,好,这是2020年,但是,但是真的很多人 很喜欢做比较,做比较,就是说他想要呈现2020年跟2019年,好,那这两年因为同期比较,对不对,这是一定要会做的,所以记得在这个地方,在这个地方,然后勾2019跟2020确定,然后请把年放来这个地方,所以这边就有2020跟2019的差别, 对不对,那你看一下,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事,就是在这个地方,2020是这个橘黄色,那万华区是死亡人口数字在增加的, 还有内湖区,就是在这12个行政区里面的表现,好,也就是说,万华跟内湖区是,是跟同期比较的话,是高于2019年的,可以吗? 其他10个行政区都是比较偏低的,好,以上,这是同期比较,不能不会做,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看,那我建议,我建议,我们在这个地方,我们还是应该,去看所有的年,的一个变化,各位,你,我为了方便等一下的呈现,所以放一条,真的不应该呈现的,叫趋势线, 可是他居然是可以呈现的,好,等一下,我先把,把这个年的资料,叫回来,变成全部,这是全部,然后,接下来,呃,呃,呈现他的趋势线,因为我等一下只是希望你看这条趋势线的变化,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历年间,他的这12个行政区, 他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变化的情形,好,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分析底下的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,然后把西岩年,就是年,打开,好,我们从20,就是2001, 一,请注意哦,1600,1500,到575,就是死亡人数,其实是在慢慢的往上升,或者是,或者是我这样,这样来呈现好了,就是, 重新画一张,就是插入,枢纽分析表,确定,各年,各年的死亡人口数,然后就直接画这张纸条图,可以看得出来吗,我们台北市的死亡人口数是, 是慢慢在增加,比如说我这边插入趋势线,有看到吗,这条斜线,就是,我本来是想用动态的方式来呈现,让人看出来,只是,只是因为,他这一条线,呃,在这边,他的变化就不会,你看现在, 就是2006,2006,在1500,然后2007,跑到1600,有看到吗,反正他就,那条趋势线就整个在上升,整个趋势上升,对,大家都在增加,对,可以,可以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哦,2008,2009,2010,好,那, 大家可能比较有感觉是,假设我点2001,在这边,然后,我再点到2020,可以吗,我倒觉得内湖这边,内湖这边好像有一点点,不太,跟之前不太一样,有看到哦,本来内湖,他在这条线的下面,到了这边,他在这条线的上面,请问在这条线的上面,好还是不好,不好, 哦,就是高于,高于那个死亡的趋势,他的值应该落在这个地方,以12个行政区的排行,听得懂我的意思吗,就是这个高起来的,其实都是不好的,好,反正,我只是要告诉你说,当我们今天,当我们今天去做图, 我们第一张做的是,看2020年,他的死亡,人口数,再来去看2020年的同期比较,就是2020跟2019的比较,再来我希望说,你有机会看到是全部,全部的一个资料,的一个变化,可以吗,那,当你看全部的资料变化的时候, 你就可以看到,像2019年,他高于这条趋势,是中山跟内湖,2020,一样看到内湖是高于这条趋势,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这个,出生人口数的一个统计分析,视觉化分析怎么做呢,首先当然是插入,枢纽分析,确定,针对这一张枢纽分析,我们要画的是,呃,棉,是放在三选,而且我要先画的是, 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,所以只够2020年,各行政区,行政区放来列,的出生人口数,然后,苏纽分析图,确定,那当然我们排序一下,这个是中文笔画顺序,可是通常我们会希望把那个出生人口数最多的,按照出生人口数数量来做排序,然后排序由, 大,排到小,所以可以看出来说,哦,原来出生人口数最多并不是大安区,而是内湖区,所以在这边你就写,就是2020年,但是,这是2020年的现象,那个,呃,出生人口数最多是,内湖区,大安区, 与40区,可以吗,呃,将较于刚刚所写的这个,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,就是要会比较,大安市林北投,有看到吗,好,大安市林北投,那这是死亡,那出生呢,出生是,是,大安,是,有,有大安,大安跑到第二名了, 有40,有40,40从第二变到第三,那内湖直接串三,好,那这个是,2020年的boom,boom的people, 然后,然后接下来呢,接下来我就要做同期比较,所以我就直接在这张图上面做修改,同期比较的话,变成这个筛选的年,年,我要有2019跟2020,确定, 然后请把这年,丢到这个蓝这边,所以我们可以发现,这个一样,明黄色是,是,那个,是2020年,所以,可以看到是,每一个行政区,人出新生额,人数在减少,对不对, 所以,这个第二就是说,那个,同期比较,同期比较,各行政区,皆下降,各行政区,什么东西皆下降,各行政区,什么东西皆下降,各新生,而,出生,人口数下降, 可以吗?这就是,这就是同期比较,所以请你们直接赶,就是这些基本的图是你一定要会画的。